還蠻有設計感的耶 曼谷的悠遊卡 哈囉大家好我是Nick歡迎來到我頻道 看到我手上這杯泰式奶茶了嗎 又來到了泰國的曼谷 那這次會來呢最主要是以前我在日本常常一起旅行的旅伴 害羞小弟他就問我說要不要來曼谷跨年 然後再加上最近來泰國是不用簽證 於是就決定跟害羞小弟來一趟泰國之旅 那假如不想錯過曼谷的精彩行程 就一起跟我把今天的影片看下去吧 我們現在就進到曼谷市 然後差不多接近傍晚的時間 然後找了一家我非常想吃的餐廳 已經在我的口袋名單中很久了 它叫做吃飯吃魚 那這邊應該是泰文不知道怎麼唸 然後它的菜單給大家看看 我真的覺得看起來每樣東西都超級好吃 雖然價位比較貴一點 它在百萬公司裡面 但是它的評價很好 哇而且我覺得它用餐環境我也覺得超讚的 給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大樓的風景 而且我覺得整家店也很有氣氛喔 吃晚餐上期上期 只是說它聲音真的太好了 我們原本要點的空心菜 破貓兩個青菜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點了一個叫 好像在罵人喔 也開動 這一道我最期待 金錢蝦餅 這個很特別 不一樣 性能也太多了吧 又是被性能包圍的一個蝦餅 男朋友覺得吃起來很像港式典型 但是是好吃的 鹹蛋蟹肉炒南瓜 那我們這次點的好像都偏黃色 泰國的小辣很辣啊 泰式辣腸黃咖哩炒飯 然後它是二辛辣 我們跟他說不要那麼辣 但是泰秀小弟說還是非常的辣 很好嗎 沒有沒有 那個 沒有沒有 尾勁上來是真的蠻辣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你跟我說很辣 所以我有心理準備 不過真的是很辣 還好有一杯很冰的飲料可以解辣 不行不行我覺得這趟小辣 我可能也hold不住 不過我覺得是好吃 是好吃的啦 嗯這個很好吃喔 這卡的味道很重 很重 喜歡 泰式港式 泰式 真的 曾經建議 來泰國第一天全部都點不辣的飲料 真的 那把其他東西味道都蓋掉了 嗯 哇曼谷這邊真的很多這種美美非常好拍照的地方 那我們剛剛吃的晚餐其實說真的 果然第一餐就是不能吃辣 我現在整個就是肚子啊整個都辣了起來 就是有一種味著熱感 然後在這邊呢有一家我們也很想來的Starbucks 但很可惜呢 我們現在肚子非常的燙 我應該是一杯都喝不下了 就在這邊 他這邊的話 從整個四樓五樓六樓呢 他有一個叫做water garden 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佈置的非常美 非常適合拍照 而且他會隨著不同季節 會有不同的裝飾 那我們在我後面這邊呢 其實有一家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星巴克 這家這班星巴克真的很美 他就在花園裡面的感覺 有些像明菇 像明菇 像明菇 有像明菇嗎 對你講好像真的很像 我也真的是 來曼谷的第一餐吃的太辣 有點受不了 然後我就會在瘋狂找廁所 然後再加上我已經習慣日本的黏制馬桶了 那我們今天住的飯店呢 他其實是比較日式一點 他就是有黏制馬桶 所以我就回飯店上個廁所 又出來跟害羞小弟會合 然後他聽說他現在在一家就是 剛開幕的也是新的商場 就在我後面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覺得曼谷這邊很進步耶 就是一直開一些百貨公司 這邊真的非常熱鬧 在我後面這邊這一棟呢 這邊有一家新開幕的IKEA 然後他說有賣一些 曼谷限定的東西吧 然後現在已經12月底了 其實可以看到他們還是裝飾很多那種聖誕節 就是應該會到整個跨年結束才拆掉吧 就是應該會到整個跨年結束才拆掉吧 然後他三樓的話就是有剛剛說 剛剛開幕的IKEA 然後現在好像聖誕節前後有一些 很奇妙的活動 我真的覺得泰國的百貨公司看起來 真的很好逛耶 撇開價錢不說啦 我覺得光是百貨公司它的設計感 整個新超度 我覺得就是非常讓人想在這邊多待 然後多拍照 然後不要特別是啦 我一直搞錯 IKEA 在這棟的三樓 但是這邊的樓層它一樓叫G 然後上一棵叫做M 然後再來才是123 所以實際上感覺比較像在台灣的五樓 然後我跟海舊小弟約在這邊 然後一直找不到台 哇 感覺是新開幕的聲音蠻好的 像進場就是要沿著這個隊伍一直走 雖然前進蠻快的啦 哇 現在就在IKEA裡面了 我覺得蠻有新鮮感的耶 其實我剛到日本的時候 也蠻喜歡逛日本的IKEA 看到這邊都是寫台語都看不懂的感覺 找好久 突然找到了 哈囉 這個就是這間店 這是這邊限定的嗎 這些袋子都是這間店 你看上面有鞋啊 欸 真的耶 還有鞋 這個很有質感的這一盞 沒有那種銅牌的感覺 真的耶 好不一樣喔 哪一個哪一個 它背面長什麼樣子 它背面長什麼樣子 背面是它的主視角啊 就是這個 剛剛那個牆上 還蠻有設計感的耶 那一個99塊 99 蠻便宜的耶 除了拖特包也有一些紀念的衣服 上面有泰文耶 好酷耶 很有新鮮感 也不貴喔 一件泰豬299 海舊小弟大爆買 總共五個購物袋跟兩件衣服對不對 全部都是這裡限定的 那這次的曼谷行程呢 其實都是海舊小弟規劃 我就是當一個就是 狀況外的觀光客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一個商場 它其實是今年才剛開的 今年幾號開的 五號開的嗎 一號 十二月一號剛開幕了 所以非常多人 而且蓋得非常漂亮 我覺得很多那種可以拍照的景點 這邊有一家reserve 版本的Starbus 看起來裡面超美的 看一下裡面的商品吧 哇 很特別耶 有些感覺在東京沒有看過耶 真的嗎 這不是最以前的嗎 這看起來很漂亮耶 各位超好笑的 就查一查發現 台灣好像有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們發現 它裡面的商品標籤沒有繁中 但日本可能沒有 我們現在在這站叫做澎湖站 那這邊的話其實就是 算蠻多日本人的一個地方 所以會有很多那種 日本人的商家啊 甚至是居酒屋啊 然後我覺得它的 百貨公司的裝潢裝設 也有很多很日本風的東西 像是這邊就有睡母 然後在我上面甚至還有 七夕的這個燈 甚至仙台的那個祭典 也常常會放人 所以有一種 國外的日本的感覺 哇 我們現在就來到了 距離我們上一個車站 大概一站的距離呢 有一個還蠻新的高空酒吧 然後它這邊很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有一個很像水母的燈飾在我 這邊 對 那這邊的話以前聽說 可以不用點東西都上來 但它現在比較嚴格 所以都一定要點一杯飲料 不過我覺得上面氣氛是 超級嗨的 之前去曼谷大部分都是自己來 所以很少去高空酒吧 然後這次難得跟害羞小弟 上去那個高空酒吧 我自己覺得氣氛還不錯 那比較可惜 我覺得就是沒有人數控管 人潮比較多一點 不過氣氛真的是蠻好的 然後夜景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因為它高度就在46層 比較沒有到那麼高的之高點 那我們現在就來到我們這次入住的飯店 那我們剛剛真的太累了 我們直接搭Tutu就是嘟嘟車過來 然後在曼谷有所謂的嘟嘟車 然後你就是跟它喊價錢 那我們太久沒有搭 我就跟它不小心喊太貴 它二話不說 完全不考慮就說好 那這家飯店呢 是我去年來曼谷的時候 也有入住的State Bridge 然後它是公寓式飯店 然後價格比較低一點 然後比較偏日本人取向 就是它有免治馬桶 然後又有溫泉 然後這家的話 它一樣也有泳池 它的住宿方案全部都喊早餐 早餐我覺得沒有到那麼高等啊 但是我覺得算是一個CP值蠻高的住宿 那就來簡單開箱一下我們這次的房間 因為我們這次的房間 其實有被升級到套房 聽說還不錯喔 進房間之前呢 先來開箱一下它的公共設施 在久了就有很多它的公共設施 這邊有個類似就是休息區 然後也有提供免費的飲料吧 看起來很漂亮耶 剛好現在是12月底 就是有很多聖誕節的裝飾 然後在這邊的話呢 就有免費的茶水可以取用喔 這是咖啡嗎 欸真的耶它是咖啡耶 然後這邊是熱水 然後也有茶包 這邊飲料選擇還蠻多耶 而且居然有泰式奶茶 來泰國但要怒喝喝一下 感覺睡前喝的這個超甜的 這邊又有小餅乾 然後泰奶超燙的 然後剛好這邊也有冰塊啊 蠻貼心的 木家 剛剛的飲料休息區之外呢 其實這邊也有一個24小時的健身房 但我們這次行程排非常滿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時間來 那它這邊也是可以用房卡 就隨時都可以要運動就運動 然後稍微進去圍開向下給大家看 哇其實還不錯耶 蠻大蠻寬敞的 就是感覺不會像其他飯店擺的 器材非常擁擠 然後也有有氧也有重訓 而且也有很大的落地窗在這邊 欸這我會想來耶 希望害羞小弟的行程不會太滿 讓我有時間可以來運動 因為這次來真的是齁 完全都很久沒運動了 吃超多 然後毛巾瑜伽墊跟飲水機也都有 接下來就來開箱我們的房間 那因為年底很多人來泰國玩 所以這家飯店算是住滿 那因為我有鑽石戶人到年底就到期 他這次有幫我升等層套房 那不過他們家的飯店就是 每一間房間都會有這個廚房 蠻方便 而且東西都很齊全 像這邊餐具啊廚具啊 就全部都有 然後冰箱什麼的 哇真的是比我家東西還要多 真的蠻厲害的 那這邊因為是套房的關係 而且就有一個很可愛的小客廳在這邊 不過我覺得它格局 我自己沒有到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隔間太多 就佔用到太多地方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臥房 那我本來是訂兩張單床 但是因為飯店 他幫我們升到套房 所以就變成一大床 不過這邊就是風景 我來看看喔 晚上呢就是看不到 雖然我們這次是住16樓 那這邊就有一個梳妝鏡也蠻大的 那再過來這邊就是廁所 我覺得它的臥房套房整個很大 但是廁所就只有一間比較可惜 不過它這邊就是比較適合 Long Stay吧 因為畢竟是公寓型房間 就整個衣櫃啊 什麼東西都很大 而且空的 置物空間真的是 哇大家看到沒 就全部都空空的耶 就給人家可以住很久用的 那這邊有保險櫃 看一下這邊有什麼 哇真的什麼都空的耶 都沒有耶 然後這邊有熨斗啊 還有燙衣服的板子 我們今天真的太熱 一會兒我先沖個澡 然後大家看到美探 太過難得的免治馬桶 很開心耶真的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大浴缸 然後這家日式飯店很特別 是它也有溫泉 早上6點到11點 那我們現在已經11點多了 所以我們待會可能也只能在這邊泡了 那這邊的話呢 我自己覺得房間很大 我會希望它會有兩個洗手台 但就只有一個而已 然後吹風機是Panasonic的 然後貝瓶的話 有些是第一代的 最近覺得非常好用的Santory的保養品 跟洗面爐超好用的推 那以上呢就是房間的開箱 期待一下明天早餐 各位早安我們現在吃早餐 不知道是因為時差的關係還是怎樣 今天超早就起床了 所以一早呢就去健身房運完凍 然後我們現在來吃早餐 那這家飯店呢 它所有的房型都是有附早餐的 那我自己是沒有到太期待 因為感覺房價比較便宜 這樣一個晚上一個人也才不到台幣一千五 不過還是來開箱一下早餐給大家看 哇它這邊還有現點的蛋料理 就是Toku點的 對啊 還有小小弟點的 番茄和米蛋 好啊 大一點 吃完早餐就出門開始今天的行程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是什麼大家知道嗎 就是像是曼谷的悠遊卡 然後真的很難得到出這種不同圖案的版本 雖然跟泰國沒什麼關係啊 那就很可愛 因為其實它叫做兔子卡 它圖案呢都是兔子的造型 就是長這樣 然後我每次來泰國都忘記自己其實有買 然後都忘在家裡 所以這次跟海舊小弟又買了新的 然後我們想要圖案都美耶 所以只剩這兩個 不過真的蠻可愛的 出發出發 大家就開始我們的觀光行程 來到第一個地方 就是曼谷必來的臥佛寺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入場的 日本泰族200要改成300 而且是從1月1號開始 然後我們今天是12月30 我們本來很猶豫都進去了 但是想說 既然明年要漲價的話 就要趁現在能去就去 然後大家注意參觀泰國的市場 就是不能穿得太裸肉 像這些都是鏡子不行的喔 好這邊的話 其實我大概七八年前有來 所以沒有什麼印象 再來一次的感覺真的蠻不一樣 除了入場被漲價之外呢 仔細看的話 它這邊貼的都是瓷磚 一個一個貼上去 它不是直接彩繪喔 我覺得 座子真的蠻精緻的耶 那我們最主要是要來看 超級大的臥佛 凱文有他們自己的數字喔 所以其實常常在一些攤方或什麼 就是他們有在講 就是比較壞心的商人 就是有自己寫給泰國本地人的數字 然後跟觀光客的價錢是不一樣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把這學起來 我自己是有學啦 像這個就是31的意思 很酷吧 就看到巨大的臥佛 然後真的人蠻多 比較難拍給大家看 然後我覺得最美的是它的腳底板 這邊有好多尊佛山 而且它是有點金光閃閃發光 然後仔細看是有點帶有很像彩虹的感覺 就是有點色澤在上面 很美耶這個 參觀完臥佛寺就要來吃午餐啦 然後害羞小弟找了一家 就是可以看到不錯的 河岸景觀的餐廳 應該價位不便宜 在想說 就就來出國一次嘛 然後剛剛臥佛寺很特別 就剛好有年末就是有祈福 就是它會灑水在你身上祈福 這家的餐廳的話它是2023年11月剛開 所以蠻新的 然後它菜單都是泰文跟英文 所以看不懂的話可以掃桌子前面的QR Code 然後就可以看到它的照片 哇每樣看起來都蠻好吃的 但我覺得價位算是比較高檔一點啦 我覺得它的環境跟它的景色都蠻好的 所以價位稍微比較高一點 不過現在就是吹著冷氣很舒服 真的太熱了 先來點杯冰沙過過癮 點了芒果跟火龍果的 這一杯真的不便宜 要泰鎖240 我真的覺得很像在五星級飯店裡面喝冰沙 給大家看一下芒果的非常澎湃 它幾乎整個芒果果肉就是佔據了整個飲料上方 嗯好濃喔 可以啦240 我們點了就倒有什麼東西啊 打拋豬之類的 嗯其實是好吃耶 其實配肉很好吃 鳳梨炒飯然後看起來料蠻多的 然後有蛋絲然後有雞肉腰鍋 味道還不錯 那我們剛剛在WARF這邊 然後就走到這邊 然後本來想要去對岸 但是它現在這個碼頭沒有開 所以我們就走了 一大圈就走回來 然後才到這邊 我們現在就在船上 然後從對面過來大概不到五分鐘吧 這樣泰鎖30塊 還可以啦 因為它本來就是算 不算距離是算次數的 那它有賣一日券 我們今天就是走一個歷史之旅的路線耶 雖然我沒有太多的琢磨 今天害羞小弟排的行程 真的都非常經典 那這邊也是一個 比較多日本人會來的公共景點 叫做水門寺 然後它最有名的就是我眼前這個大佛 那比較可惜呢 現在就是因為他們年底都有祈福活動 所以它很多寺廟其實都會綁這個繩子 所以變比較難拍一點 今天天天真的超級熱 最高氣溫來到32度 但是參觀這些禮堂 基本上都是要穿 不能露的膝蓋 所以都是長褲 然後也不能穿五袖 然後穿有袖子 其實真的非常熱 不過我真的覺得蠻值得來看 因為大佛真的非常大喔 我這樣乍看大概有八九層樓高 然後裡面就是有一個 像是大禮堂的地方 然後我現在在的地方是 它對面一個應該是禮堂的地方 然後它也是可以進去參觀 現在就上來五樓的地方 那除了可以眺望剛剛的大佛的背影之外 其實這邊的附近景色也都算是一覽無遺 然後可以看到這附近真的很多寺廟 還有學校 算是一個比較安靜比較生活的地方 我覺得觀光客 比起剛剛的找上去的地方 算是少了不少啦 然後最印象深刻的 還是在後面禮堂這邊 裡面的話就是有一個非常漂亮的 很像天種的地方 今天的曼谷真的非常嚴熱 去完我們的行程之後呢 我們就會回飯店稍微灌洗一下 又出門了 但是可以看到我頭髮呢 非常的亂 因為我們去了飯店附近一家按摩店按摩 然後現在要來吃晚餐 找了一家就是網路上評價非常好的餐廳 而且重點是它的價格相當的親民 然後它有很多泰式料理 但是我覺得它的中文名字就是 翻譯蠻可愛的 像這個應該是醉雞吧 就雞被久經過 然後我們還有吃鱸魚 哇其實東西蠻豐富的 而且重點是大家可以看 非常便宜 那這個照片是空心菜 但是它中文寫千牛花 對嘛 所以不知道它是怎麼翻的 總之是一家非常平價 然後在網路上評價也不錯的店 第一次的木瓜絲 這一盤才多少 五十嗎 台灣應該都要一百了吧 八十一百要 有時候真的覺得 泰國吃這種小吃比較好吃一點 我剛剛看老闆在切雞肉 他有把一些筋挑掉欸 雞肉好嫩喔 這道看起來也很好吃欸 是豬頸肉 就是台灣人很喜歡 把這個不會叫做松阪豬 然後這裡是他們家的招牌 我覺得還是要平衡報導一下 東西蠻好吃的 但確認就是環境太熱了 看起來是沒有冷氣對不對 沒有看到冷氣嗎 有啦有冷氣 但是泰國中間是沒有在開冷氣了 但是現在三十度應該有吧 哇雖然這次都叫不辣了 其實還是蠻辣的 就是有點微辣的感覺 所以就點了芒果冰沙 跟我們中午比起來的話 這輩子要五分之一的價錢 但我相信五分之一的價格就是 會加點糖 還行欸 我覺得算五十塊這樣我可以耶 這台幣才不到五十啊 這要推 在王正方下面大家自己有機會來 哈囉各位早安 今天是我們在曼谷的第三天 十二月三十一號 也就是跨年的當天 真的非常期待 那我們這次入住的飯店呢 還有一個沒有開箱的地方 就是在我身後 就是有一個游泳池 它在健身房旁邊 然後位置一樣在九樓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也沒有開箱 就是溫泉 那曼谷比較熱一點 它這邊溫泉 害羞小弟有去泡 我是沒去泡 他說水溫只有三十度而已 就完全很不像溫泉 那這邊泳池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就是它的座位躺椅非常多 那比較可惜的是 它的位置跟附近大樓比較多一點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做日光浴 但我覺得來這邊放鬆Chill的話也是不錯 那我們這次曼谷影片呢 會分上集跟下集 那今天這集影片呢 就要在這邊先做結尾啦 老樣子喜歡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留言告訴我你的感想 也記得訂閱頻道跟Follow我的IG 才不會錯過我在日本生活 還有旅行的點點滴滴喔 那我是Nik 下集影片見 掰掰